超越片状面膜 九款涂抹式的面膜 帮肌肤度过干燥暗淡的寒冬时节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你有没有很爱敷脸呢 敷的是片状面膜 还是涂抹式的面膜 我今天就要介绍九款 有超能力的涂抹式面膜 不管是强大的保湿功能 还是让肌肤更健康 更有光彩 或者是亚洲女生最爱的晚安面膜 它都可以让你的皮肤 安然的度过寒冷的冬天 在Vogue的YouTube的美妆频道影片里面 有很多的国外的女明星跟model 她们在分享她们的美妆保养技巧的时候 大概十个有六个 都在推崇这种涂抹式面膜的好处 那到底涂抹式的面膜 跟那种片状的面膜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第一个就是它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是涂抹式的嘛 所以你想要涂哪里就涂哪里 想涂厚一点或涂薄一点 任你决定 第二点啊 就是它可以做到分区保养 就是因为它是涂抹式的 所以啊 也许你可以就是T字部位 涂一些深层清洁的面膜 那两颊部位比较干 你就涂一下保湿的面膜 其实它非常的方便 这个就是一张片状面膜 比较难做到的地方 第三个啊就是这种涂抹式的面膜 它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多 加了一些高磷土啊 一些泥的一些深层清洁的面膜 比较乳霜的质地 还可以做成抗老啊 或者是保湿 或者是它可以做一些 就是痘痘粉刺的 加一些精油的东西 所以涂抹式的面膜 它的功能比较多种 我这边啊推荐三款 现在市面上口碑最好的 保湿型涂抹式面膜 那第一款啊就是这个 Kiehl's的酪梨保湿面膜 它其实是在今年秋天才刚新推出的 可是一推出 大家就像疯狂的一样 因为呢它打开里面 它其实做的就真的很像酪梨的果泥一样 那它怎么使用呢 就是它有附一个刮棒 把它轻轻地刮下来 其实你们看一下 它其实就很像在挖果肉一样 就很像新鲜的水果泥一样 把它刮下来之后啊 就是建议后敷在皮肤上面 你就是像按摩一样 就把这个很像水果果泥的这个面膜 涂在肌肤上面 大概十分到二十分钟 再用清水把它洗掉 这样子你的皮肤其实保湿的润泽度 都非常非常的好 第二款啊我要介绍的 畅销型的保湿型面膜啊 就是这一款蓝色的Glan Glow的保湿面膜 它这个保湿面膜啊 其实受到蛮多人喜欢 尤其在Vogue美人会社团里面啊 有一个版主也非常喜欢它 那我大概使用了大概有三个月左右吧 我每次附上去的时候呢 我都感觉到呢 脸上一开始会有温温热热的感觉 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脸上就会变得有点凉凉的 好像它可以紧致毛孔 卸掉洗干净之后呢 我都会觉得我的脸呢 感觉喝饱水 然后上妆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服贴 本身的小技巧就是不要去省它 因为呢像这种涂抹式面膜啊 如果你太省它敷薄薄的一层 其实它的作用呢 并没有发挥到最大的效用 你一定要去厚厚的去涂它 它的效用才能发挥到最大 最有效的 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 这个Glam Glow的保湿面膜 因为啊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闻了 里面是一个牛奶糖的味道 它其实颜色也很像牛奶糖 我自己都是薄膚啦 因为它们这个品牌说 它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独家科技 所以薄膚其实就有效果了 如果啊你是那种长时间待在冷气房 皮肤非常非常的干燥缺水 其实涂这个面膜效果会非常的好 第三款啊是来自希腊的这个Aplifita的 仙人掌滋润保湿面膜 它们家的面膜啊大部分是这种一包一包的包装 那这个仙人掌的滋润保湿面膜啊 它是提供一个比较长效型深度的滋润感觉 那里面有仙人掌的成分 还有芦草的成分 所以保湿的时候可以顺便舒缓你的肌肤 挤出来它是这种乳白色的凝霜状 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这种涂抹式的面膜 用起来很方便 就是你涂完的时候啊 你可以随意的走动 像外出旅行带这个最好 因为一包完全不占空间 然后你涂完之后啊 甚至其实你是可以不用洗掉 你把它用卫生纸轻轻的擦掉一些些 然后再按摩进去就好了 它里面啊 其实还含有乳木果油的成分 所以呢在敷完的时候啊 还有一些乳木果油的油脂 可以帮你锁住水分 所以皮肤就会很滋润很润的 那面膜到底可不可以天天敷呢 其实这种涂抹式的面膜啊 是不用天天敷的 因为如果你有正确使用它 而且它有效果的话 通常可以维持肌肤两到三天 如果啊 你想要涂抹式的面膜效果更好的话 有一个大妙招可以教你 就是啊你在家把这个涂抹式的面膜 涂在肌肤上之后啊 你可以稍微的按摩一下 促进它的作用 之后呢 从家里拿一张保鲜膜 把它敷在脸上 就像是你去做医美手术 你可能之前不要先上麻药 护士都会先拿保鲜膜 帮你脸敷住 让那个麻药更快速的发生效果的道理一样 所以敷这种涂抹式的面膜上面加一层保鲜膜 效果会更快更好哦 接下来啊我要介绍三款属于健康调理型的面膜 那第一款啊是现在最受欢迎的屏幕宣言的灵芝系列 它其实也出了一款灵芝型的面膜 我选择这款屏幕宣言的面膜是因为 我的肤质本身比较干燥 然后这款对我来说是滋润度很刚好 不会太油但也算清爽 那我的table就是洗澡的时候开热水 热水蒸那个面膜的时候 它可以让吸收度更快 而且洗掉的时候也很方便 它是乳白色的乳霜质地 你只要轻轻敷在肌肤上面大概十分钟 就可以感觉到效果 那它的味道也蛮疗愈的 另外重点啊 它加了现在蛮流行的乳酸菌的成分 乳酸菌的成分啊 可以帮你平衡肌肤上面的好菌跟抑菌 让它达到一个最平衡的状态 第二瓶啊也是一个讲究健康调理的面膜 是这款Alginist健康调理面膜 那它的面膜啊其实非常的有趣 打开来里面其实是绿色的 它里面呢也用到现在蛮流行的成分 就是益生菌的成分 一样把它涂在肌肤上面 它其实是会变颜色哦 你看它涂在皮肤上是绿色的 那因为它必须要透过一下按摩涂抹的方式 才可以平均散布在你的肌肤上面 所以其实你越涂一直涂 它其实会慢慢慢慢变成白色 然后之后再慢慢一直涂 它就会变色 你看看我没有看到 它有没有慢慢变成一个淡淡的粉红色 就表示它的这些益生菌在发生一些调理肌肤的效果 那敷完这个面膜啊 其实你的皮肤就会达到一个健康的平衡 这样子你的痘痘肌啊 干燥肌啊 或者是敏感肌就比较不容易发生 第三款啊 是英国的这个NYR的白茶滋养面膜 那我自己很喜欢啊 它里面有一个白茶的成分 是可以达到很好的抗氧化的效果 那里面呢 也有乳香的味道 就是一种很疗愈的效果 还有含一些黑触力的油脂 所以可以在敷脸的时候啊 帮你达到一个深度的保湿 以及如果你的脸很干燥 或者是有一些细纹 或者是松弛的现象 它都可以帮你调理的很好 那敷上去之后啊 也是薄薄的一层 面膜的质地很滑很细 可以填补你皮肤上面每一层肌肤 因为它的抗氧化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你涂完之后啊 它可以帮助你的肌肤提高很好的防御能力 所以你就比较不怕外界 环境对你肌肤的刺激跟伤害 如果啊你是使用这种涂抹型的面膜 那它不是深层清洁的效果 意思就是说 它可能没有含一些高磷土泥状的成分 或者是一些粉状啊 起泡剂 那你其实是可以不用再洗掉的 如果涂抹式的面膜啊 它的功能啊 是比较滋养型的 保湿型的 你涂完之后 如果你觉得还太厚 就是有点黏膩不舒服的感觉 我建议你啊 可以用卫生纸轻轻的按掉 或者是拿化妆棉加一点点化妆水 轻轻的擦掉 然后按摩吸收 这样就好了 后续是可以不用再涂任何的保养品 像这种涂抹式的面膜啊 基本上如果是薄膚的话 很多人都会把它当成晚安面膜来使用 那我这边啊 要介绍三款热卖型的晚安面膜 第一款啊就是这个资深糖的水浴光胶原晚安冻膜 在日本上市三年 其实就狂卖了280万瓶 那在台湾啊 其实每次的周年庆啊 大家都是抢购 它就是在保养的最后一道程序使用 你所有的东西都用完 最后一道薄薄的敷 然后当成一个风唇吧 把年轻风唇的概念 然后你经过一整晚第二天白天再把它洗掉 那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冻膜啊 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啊 可以让你晚上睡得很好 然后这个冻膜啊 它其实是蛮清爽的 然后敷在上面啊 就有点像让你的皮肤不断地补充水分 可以让你的一整晚上都睡得很好 皮肤也有很好的修复效果 另外一个啊 就是韩国的Lanage蓝芝的 睡美人晚安面膜 它其实在社团的讨论中 也非常非常的受到欢迎 那这一款蓝色的啊是保湿的效果 打开里面是一点点凝动的蓝色质地 那我们美人会不会的社团的版主 也是非常的喜欢它 就是敏感肌偏干 然后所以它的使用方法的感觉比较简单 然后涂抹式的是不会去沾到 就是枕头跟肥套的 因为它是比较透明感的 它使用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入睡 睡到起来之后再直接做清洁就可以了 它就是比较保湿 然后不太刺激 可以很适合敏感肌 不会长痘痘跟粉刺 睡美人晚安面膜啊 它又推出了新款 就是这个绿色包装的这个睡美人面膜 它是比较针对那种 现在很多人皮肤比较敏感嘛 那它可能不能够使用太多 比较具有刺激效果的成分 或者是有一些疲劳肌的女生 她们很适合使用 那它在质地上面其实跟那个蓝色也不太一样 因为蓝色它看起来是有点透明的黏冻状 那这个绿色的啊 它其实是有点白色的乳霜质地 所以它可以做出更深度的修护的效果 它加了低敏的配方 还有就是野生葡萄藤蔓的这个成分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疲劳肌 或者是很敏感的皮肤 都可以用这个看看 接下来啊 我要介绍这个倩碧的水磁场的保湿晚安面膜 它也是在市场上一个万年不败款 那挤出来啊 它是一个是有点带粉红色的乳霜质地 它其实推开来之后啊 它是就像是在你皮肤上面 好像有一种水磨的感觉 然后你的皮肤会非常的保湿跟滋润 如果你要上妆的话 粉底可是会非常非常的贴妆的 以上就是我介绍9款 非常好用的涂抹式面膜 我真的觉得效果很好 你一定要用用看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彩妆保养跟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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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